直到地极 作为神的见证能 是由我们的地方 去到周围的地方 宣教到很远的地方 去宣教到很远的地方 去到地极 作为神的子民 作为神的子民 作为神的乙女 作为神的代表 让神看到我们 那就看到他 用世人看到我们 那是能看到我们 就看到神 我们能反映到神 这是见证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再次被提醒 经文就说我们做见证人 是要被人看得到我们的生命 看得到我们的行为 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 我们再次提醒 我们再次被提醒 就是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要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鑒定的日子里面荣耀归神 我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在监察的日子荣耀归于神 我们做见证人并不是单单说 讲是很容易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那人家能不能看到 这是永远我们的挑战 就是我们远远的挑战 每个星期被提醒都不会觉得厌的 我们每个星期被提醒也不会觉得厌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同样的挑战 同样的挣扎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同样的挑战 同样的挣扎 就是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生活 就是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生活 是那人家看到 看不看得到神 看不看得到基督 弗里比书第二章一样是同一个概念 弗里比书第二章也有同样的概念 十五十六节 十五十六节 你们要无可指责 诚实无偽 在这个弯曲绝貌的世代 作神 无瑕疵的仪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保障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为 在一个弯曲伯茂的世代 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明显地表明出来 但是我们被提醒 几个星期都有分享过 我们被提醒 这几个星期都有分享 我们这个见证被人看到 那我们的见证看到 我们很清楚 不是一个假的见证 我们要很清楚 让人家看到 不是一个假的见证 这叫假的见证 就是我们好像做戏 做出来给人看 什么叫做假见证呢 就是好像我们表演一下 表演出来的 其实这个 我们很容易误解的 其实我们很容易被误解的 如果你看戏都是 看表演 看戏也一样 你看电视 你看戏 他们做出来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他们所做出来的是什么 他们做出来的是很完美的 他们做出来的都是很完美的 他们做出来的都是完全没有瑕疵 没有问题的 他们所做出来的都是完全没有瑕疵 都是无可指责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解 就是我们要做见证人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误解 要做见证人 我们亦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大家要留心了 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牧师 经常说我们要做见证人 牧师今天叫我们做见证人 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的手指指去其他的大兄姐妹 我们很容易就把手指指向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什么做见证啊 这样的见证 他怎么样怎么能做见证呢 这样的见证 都不好的见证来的 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做什么见证人啊 做什么教会领袖啊 做什么牧师啊 他怎么做见证人 怎么教会领袖啊牧师呢 我们见证是什么呢 我们见证是什么呢 我们见证 如果你做戏呢 你当然是做到完美的 我们见证就是你做戏的话 你就做得很完美 我们不是做戏嘛 但是你不是在表演做戏 我们见证我们真诚的生命 我们见证我们真实的生命 我们见证罪人被神拯救 我们是见证罪人被神拯救 我们见证罪人被神拯救 恩典有神的怜悯 我们见证罪人有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我们见证我们是罪人 我们见证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不完美的 我们是不完美的 我们是有瑕疵 我们是有瑕疵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手指指着大兄姐妹 所以我们的手指千万不要指向其他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的见证好像反映不到完美 就是他的见证好像反映不到完美 我们是不完美的人 我们是不完美的人 但我们是见证什么呢 但见证什么呢 我们是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 我们是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起点 我们人生的性格的起点是罪性的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起点 我们的性格起点是有罪性的 我们明白得到我们在这个世上 永远都不能够去到完美的阶段 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 是完全不能够到一个完美的阶段 我们开始是零分 我们开始是零分 我们去到完美一百分 去上到天堂才得到一百分 我们要到天堂才能够拿到一百分满分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见证得到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每日都有被改变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见证 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被改变 见证得到神的大能 见证到神的大能 见证到神的恩典 见证到神的恩典 见证到神的怜悯 见证到神的怜悯 我是没有一百分的 我是没有一百分的 你看我的生命一定是有瑕疵的 你看我的生命一定是有瑕疵的 但是我见证的不是我的瑕疵 我是见证神在我的生命里面 给我的力量 给我的改变 我见证的并不是我生命的瑕疵 而是神在我生命中对我的改变 对我的恩典 所以在一章八节 这个《使徒横传》一章八节那里 所以在《使徒情算》的一章八节里面所说 他是圣灵资力量 他说到圣灵资力量 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改变我们人生的力量 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 当然你不是说 给这个世界看到你是完美 当然你不是那世界看到你的完美 我们不是要求 弟兄姊妹是完美 我们也没有要求 弟兄姊妹要完美 我们是给这个世界 看得到我们有神的力量去被改变 我们那世界看到 我们有神的力量被改变 所以一章八节说 这个圣灵资给我们 就是有这个功效 帮我们能够见证得到神的力量 所以一章八节说到 就是圣灵就给我们这个力量 让我们有改变 让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那我们看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至二节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结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结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是要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事奉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节叫我们什么 第二节叫我们干嘛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的心意被更新 我们的生命被更新 我们的心灵在我们里面 里外更新 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 是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节 上个星期我们都说到 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节 里面说到我们要爱我们的神 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节 说到我们要爱我们的神 全心 全意 全心 全性 全意 全力去爱我们的神 就是要全心地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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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地尽力地去爱我们的神 我们的心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心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力量 代表我们全人 这就代表我们全人 这就代表我们全人 我们一个全 我们完全的人 都要被神的力量改变得到 我们完全的一个人都要被神所改变 但是或者我们今天想分享一下 这四样东西的关系是怎样的 互相影响是怎样的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下 这四个东西在什么样的互相影响 这四样东西的开始起点在哪里 这四样东西的起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四样东西的开始的起点是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思想 它的起点是在于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思想 其实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思想 和我们的心 是很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思想 跟我们的心有密切的关系 当你不停地想到一件事的时候 当你不停地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影响你的心态 那就影响你的心态 你会影响你心上的所追求的 你的心越想追求呢 就越控制得到你的思想 你的追求就影响你的行为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意念 不断循环地互相影响 不断地循环地互相影响 圣灵在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自己控制着我们的思想 但是我们又自己控制着我们的思想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更新我们的思想 我们就要更新我们的思想 我们想那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心态 我们所想的会影响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的性格 影响到我们的心思意念 影响到我们的性格 影响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 就自然流露了出来 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影响我们的思想的话 我们的行为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性我们的意 我们的力的起点 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 就是我们的心性意力的起点 就是我们的思想心意 而我们的圣灵 就怎样帮到我们呢 神的圣灵是怎样帮助我们呢 就是帮我们的思想 就是帮我们的思想 调整我们的思想 所以圣经鼓励我们 当我们打开圣经 看神的话语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 看神的话语的时候 是圣灵帮我们去明白 是圣灵在帮助我们去明白 是圣灵解释给我们听 让我们能够知道 神活的话语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圣灵帮助我们知道 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说 祂将祂的灵 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耶稣基督说 祂将圣灵摆在我们的心里当中 让祂的灵 和我们自己的灵 在心里面 在罗马书讲 在心里面有一个交流 那祂的灵 跟我们的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交流 祂的圣灵影响我们心里面的灵 圣灵帮我们调整我们的思想 影响我们的心灵 圣灵帮我们调整我们的思想 调整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得到更新 那我们的心思意念 可以得到更新 圣经也说 祂除了是改变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以赛亚书40章讲到 祂还能影响得到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身体 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说到 祂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重新得力 所以这个开始 所以这是一个开始 我们再被提醒 那我们再次被提醒 我们的见证 不是见证我们的完美 我们见证 并不是见证完美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很多时候指责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时候指责弟兄姊妹的见证不好 我们的见证一定不会是百分之一百 我们的见证肯定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因为我们是罪人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见证就是我们罪人 每日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见证就是说 罪人每天得到神的恩典 每日都不被神定罪 每天都没有被神定罪 每日都是神 宽恕我们 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每天神都宽恕我们 让我们有新的开始 我们每日得到我们的生命 得到改变 我们每天生命得以改变 由灵 一路望着一百分去走 从灵一直向着一百分去走 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 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 我们的行动得到神的力量 开始就是我们的思想 这就是我们开始的思想 我们用什么去喂养我们的思想 我们用什么去喂养我们的思想 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书 看我们的电视 看我们的YouTube 我们很多时候看我们的书 电视或者YouTube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玩我们的游戏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玩游戏 其实你一有空的时候 你喜欢做些什么 你有空的时候你喜欢干嘛 你看些什么 你看些什么 你和大兄姊妹和朋友 聊天聊些什么 你跟弟兄姐妹朋友 都谈些什么 你想将你的脑海充满些什么 你的脑海都充满些什么 我记得几年前 有个弟兄很想分析我的心灵 有个弟兄非常想分析牧师的心灵 他就问我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戏 他就问牧师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戏呢 其实我很单纯 其实牧师他很单纯 我看那些戏 很多人觉得很闷 很多他看的戏 人家觉得很闷 因为我看那些戏 是很清楚有英雄有坏人 好像尖士邦那些戏 好像尖士邦那些戏 好像尖士邦一样的 好人就永远不会死的 好人永远不会死的 好人永远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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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到最后一定输的 坏人到最后一定输的 好简单的 非常简单 那些人说 你这些戏很闷的 猜到什么事发生的 人家就说 你这个戏很闷 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了 他都不反映得到 真实 都反映不了这真实的世界 我看电影的时候 真的不想看真实 我每天都看到真实这个社会 那不是说 他看的当然不想看真实 因为每天都看到的 都是真实的世界 我看电影娱乐 当然是看我的心想看的那些东西 就是看戏娱乐 就是当然想看自己想看的 我的心是想什么 我追求什么 我追求好人会赢 坏人会输 是吧 公义 当然是追求就是好人赢 坏人会输 公义 公义 你看看我的喜 好人永远不死的 坏人一定会被捉的 就是那个好人是永远不死的 然后坏人是最后一定会被捉到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 放些什么在我们脑里面 就其实很容易反映得到 我们心追求的 就是我们愿什么东西 充满我们的思想 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表现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很不明白 那些年轻人 整天追求看什么 看那些僵尸 看那些 哎呀 你们喜欢那些东西 所以很不明白 那些年轻人为什么 很想看那些僵尸 那些恐怖的电影 那些恐怖的 你很想有恐怖的东西 在你生命里面 是否很想有恐怖的事情 在身边发生呢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我们 怎样去喂养我们的思想 圣经说我们是 怎样去喂养我们的思想 就会影响我们的心灵 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心灵 影响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影响之后 就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 那就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动会成为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行为就成为我们的习惯 习惯就成立我们的性格 习惯就成为我们的性格 性格就形容我们是怎样的 性格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你想什么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人 那你想什么你就成为怎样的人 所以圣经怎么鼓励我们呢 圣经怎么鼓励我们呢 圣经鼓励我们 第三节开始 第三节开始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是凭着血气去争战 我们争战 我们争战的兵器不是熟血气的 我们争战的兵器不是熟血气的 在这个战争里面 好和坏神和魔鬼的战争 在战争之中 这个神和魔鬼的战争 不是用飞机不是用炮不是用子弹 并不是用飞机子弹炮这些 这个战争就是在我们的思想 在我们的脑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战争 这就是用我们的思想 在我们脑当中去战争 他赢的不是地土 他赢的并不是地土 赢输的是我们的灵魂 赢输的是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掙扎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掙扎 因为他这里讲到 第四节我们的争战的兵器不是熟血气的 第十节说到 第十节说到 我们的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在神面前是有能力 在神的面前是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寶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寶 这个营寶是什么 这个营寶是什么呢 就是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阻难人 认识神 那些自高知识一切都攻破 这就是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阻难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活着 为什么我们的见证会被影响呢 我们的见证为什么会被影响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反映到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改变力量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映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和认识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很多其他的思念影响着我们 因为我们被世界当中很多失恋影响我们 这些失恋攻击着我们的思想 这些失恋攻击着我们的思想 阻拦着我们的认识神 你每天看很多的新闻 看很多的其他不是信耶稣 不是信主 不是信神的人所说的那些 我们每天看到很多新闻 或者那些不信主的一些人的一些信息 我们不小心就被它影响得到了 我们不小心就会被影响到 它影响得到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影响得到我们的生命 就影响得到我们的见证 它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影响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认证 它说这些所有的计谋 这些魔鬼的计谋 这些所有的计谋 魔鬼的计谋 我们一定要攻破 我们一定要把它攻破 它这里怎么说 我们要将心意夺回 要抢回我们的思想 所以怎么说了 我们要将新意夺回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思想 每一次你的思想 是想到一些不是认识神 不是属神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每次想到一些不是属神的 那是神的事情的时候 你每一次看到弟兄姊妹 你批评他 你定他罪的时候 每一次你看到弟兄姊妹 你批评他 你定他罪的时候 每一次你看到的东西 是不圣洁 你想到的东西是不圣洁的时候 每一次你看到思想 或者不圣洁的时候 每一次你的心思意念 你想到的东西是和神要你想的相反的 你每次想的 跟神要你想的是相反的 这里怎么说 我们要抓住 立刻抓住 这里所说的就是 你一定要抓住 立刻要将他停下来 马上要停止下来 因为这里是这么说的 我们要将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这里所说的就是 就是要我们心意夺回 使我们都顺服基督 立刻说 我想这件事 不应该这样想 就是马上要阻止自己说 我这么想是不应该的 我不应该有这些思想 我一定要有好的思想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 我应该有好的思想 我们将这些心意夺回 使他顺服神 我们要将心意夺回 让他顺服神 并且已经预备好的时候 就将一切不顺服的 就去责罚 就是当我们预备好的话 就将一切不顺服的去责罚 我们这个积极地 抢回我们的心思意念 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要积极地抢回 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只是负面的想法 并不是负面的想法 也是正面的想法 除了是抢了不应该有的思想 我们还要怎样 就是正面的想法 除了就是夺回我们该想的 还有怎样呢 毕丽比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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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 毕丽比书第四章 第八节很熟悉的一节 他说 还有未尽的话 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得向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者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思想 我们不仅仅是要夺回 不应该有的思想 即刻将它 放在基督的服务之下 我们还要积极地去 将我们的焦点 放在这些美好 圣洁的东西 我们不单单 把我们不该想的 要夺回 换在基督 去顺服基督上 我们还要思想 这些美好的 给你一个挑战 聚会完之后 吃午餐的时候 聚会完之后 吃午餐的时候 或者吃完午餐的时候 或者午餐过后 我们跟弟兄姊妹 在这儿聊天的时候 但我们跟弟兄姊妹 闲谈的时候 留意一下好没有 留意一下 你们是否会说批评的话 有没有说批评的话 那个弟兄又这样 那个姊妹又这样 那个情形又这样 就是说这个弟兄怎么样 那个姊妹怎么样 或者什么样的情形 教会又这样 教会又这样 邻居又这样 我的邻居又这样 你又这样 我又这样 你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好不好决定 我们今天好不好决定 只是说赞美的事情 只是说赞美的事情 只是说鼓励的事情 只是说鼓励的事情 只是说好的事情 只是说好的事情 我们互相去看着大家 我们会相当看着大家 不要说这些负面的事情 不要说负面的事 不要批评 马上说好的事情 马上说很好的事情 一想不到好事 马上想到好的事情 立刻想着这个 永哥哥今天很帅 就是如果我们想不到 什么事情 就是说永哥哥很帅今天 马上想到好的事情 其实很多好事 你可以想的 很多很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 赞美神的事情 赞美神的事情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对不起 永哥哥 没有机会想你了 我想着神了 那我们就集中心神 想我们的神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想的 我们不需要坐在那里 整天就批评 那样东西不满 那个见证又不好 又批评他 这样东西不开心的 又批评他 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 正面的事情可以想 我们不要老想负面的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诗篇的第一章 一至二节是怎样的 诗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记住我们的见证是什么 我们的见证 不是说 我们是完美的人 记着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 并不是说 我们是完美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见证 不是见证 我们是完美的 我们是见证 我们是神 在我们生命 给我们的改变 但是我们见证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的改变 如果我们想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要由我们的心思意念那里开始 如果我们想这样的改变 要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 我们要思考美好的 思考神的 我们要思考美好的 思考神的 诗篇的第一节 那里第二节尤其是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要昼夜思想 这人便有福你 诗篇的第一章的第二节 分享一下 和大家吃饭的时候 分享一下神的恩典 吃饭的时候 大家分享一下神的恩典 神的律法 神的美好的一切 神的律法 神美好的一切 在各方面我们 当我们 喂养我们的思想的时候 但我们在各方面 在喂养我们的思想的时候 圣灵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 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 如果我们有不好的思想 圣灵是用不到的 如果我们有不好的思想 圣灵就是 他用不到 记不记得 这个 杀种的故事 记得那个 杀种的比喻吗 杀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 杀种的比喻 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比喻 那么看看这个比喻 这里说到一个杀种的人 一个杀种的农夫 一个杀种的农夫 他去杀种 当他去杀种的时候 有些种子落在路旁 杀种的时候 有一些种子落在路旁 非料来就劈尽了 非料来的时候就吃尽了 有些是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 有时落到土浅的石头地上 土记不深 土记不深 八秒就快 八秒就很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沽干了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些落在荆棘里面 又落在荆棘里 荆棘里 荆棘长起来 荆棘长起来 就把它挤住了 就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面的 又落在好土上的 有结实 有100倍 有60倍 有30倍 我们不要误解这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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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比喻 是用来比喻讲全福音 有些人不听 用这个来解释全福音 我们有时会用来比喻传福音 就是有些人不听 但是我们看得到这一段 是耶稣基督是跟那些门徒说的 我们看到这一段是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说 是讲关于神的话语 种子是神的话语 你这里也看到那些种子是同一个种子 发在地上都是同一个种子 就是放在哪种地上都是同一种种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种子是不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种子是不好的 因为这个种子是能够结实 有100倍 有60倍 有30倍的果子 因为种子是能够结果子 有100倍 60倍 30倍的果子 关键是什么 那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是土的土质 关键是在于土的土质 很多时候为什么说 神的话语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说 神的话语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对我们生命没有影响 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说 日出日入我们在这听道 就是我们日出听道 听完之后一离开外面 又忘记了了 没有影响 一听完就是出了门口 我们就忘了没有影响 明白今天的分享 明白今天的分享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变成了好像石头很硬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 好像石头一样很硬 你不放神的圣结在里面 就成为很差的土鸟了 就是如果你不把神的心思意念放在里面 就成为很差的土鸟 神的话语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 神的话语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的心思意念不让他结根 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不让他结根 因为你充满是负面的 因为你充满是批评的 你充满是定罪指责人的 你充满是不圣结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充满着指责 充满着不圣结的 充满着就是互相指责的事情 充满投诉 充满了投诉 充满了负面的思想 充满了负面的思想 神的话语来到你了 就不能够生根了 神的话语来到你的思想里面 就生不了根 所以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所以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魔鬼就好像那些蛛仔那样 担走吃光你的种子 魔鬼就好像那些非疗一下 依然吃进了你那些种子 我们的生命何为结果呢 我们生命就结不了果子了 有什么改变呢 有什么改变呢 没有见证呢 就没有见证了 有时我们的挣扎里面 挣扎不是很够了 有时我们挣扎不是很够 不是很积极地夺回我们的思想 不是很积极地去思考神的东西 我们没有积极地要夺回我们的思想 去思考神的话语 都有少少 还剩下一点点 但是就没有深度了 但是没有深度 我们不够去挣扎 将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成为好的土 所以当神的话语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所以当神的话语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有回应 我们有回应 所以一听完道之后呢 就哇 好感动 哭得和和声 所以我们一听完道的时候 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可能流泪 啥流泪 哇 去那些什么特会啊 去那些土部会啊 哇 好感动啊 所以去什么特别的祷告会啊 都非常感动 好像他这样说 哇 立刻 出苗立刻 立刻有 有 有回应 就像这里所说的 就出苗 发苗得很快 马上有回应 啊 发苗得很快 但是因为你不够深度呢 一有事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但是因为由于就是 那个深度不够 如果事情一发生 一有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一有一些磨擦的东西 有一些不开心的磨擦的事情 生命有一些改变了 生命有一点改变了 生命有一些病痛了 生命有一些病痛了 有一些关系上 有一些不开心的东西了 关系上有一些不开心 你没有根 就立刻 你生出来的苗已经枯干了 因为生命没有根 所以就是出来的 就很快枯干了 最尽一样是没有果子 一样是没有改变 没有见证 所以一样都是没有果子 一样都是没有改变和见证 再提醒我们 我们见证的不是说我们是好人 我们见证的是神 在我们生命的力量 我们罪人得到 经历得到神的恩典 每日经历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再次被提醒 我们见证的并不是 我们是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 给我们的更改 给我们的改变 或者我们打这场仗的时候 在心灵上高 或者打这个仗 我们在心灵上面 我们已经尽量是 神的话语思考 已经是很积极地打这场仗了 或者神的话语 神的思考 在我们的命中 我们非常积极地去打这个仗 但是你记不记得 刚才所说的 但是你记得刚才所说吗 除了我们是要思考神的话语 美好的一切 除了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 美好的一切 我们还要把心思意念要夺回 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抢回来 放在基督的福音之下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好的要夺回来 放在基督里面 要不然我们抓住神的话语 又抓住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也抓住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我们的生命不肯放 我们的生命不肯放下 我们生命很多东西 知道不应该有的 反而还是不肯放 如果我们知道那些不该有的 我们还是不肯放下 我们追尋那些不应该追尋的 我们追求不该追求的事情 我们的行为思想不应该有的 没错 我们不停地又去查经 又去思考 又去讨告 我们还牢牢抓住那些 我们不该有的 然后在另外一边去什么 祷告啊 查经 到头来就好像形容一些经济一样 到最后就好像经济一样 神在你生命上改变 会结果之 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这些经济在那裡 最终就会整死了 就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经济 在当中经济成长 但是你一被这些不好的 就挤住了 各位弟兄妹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圣台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圣桌面前 我们今天是纪念什么呢 我们今天是纪念什么呢 是纪念神的大能 我们是纪念神的大恩 是纪念神的大恩 神的大恩 是纪念神给我们看到 祂已经是为我们牺牲了 是纪念神已经为我们牺牲了 是破碎的身体能够给我们有重新的医治 祂留的补血能够宽恕我们的罪 我们有新的生命 祂留的宝血可以宽恕我们的罪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圣桌上的信息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得到改变 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 神是要我们跟祂一同去自由选择 神是让我们自己自由地跟祂一起选择 我们让不让神在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在生命当中改变我们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给我们有一个好的见证呢 让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好的见证 每一日都被人看到 我有神的恩典 我有神的怜悯 有神的力量 就是每天让人家看到我们有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和祂的力量 虽然我还有很多事情在我生命里面是要调整 虽然我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事情要调整 直到我去死那一刻 直到我上天堂那一刻 还有很多事情在我生命里面是要改变的 直到要上天堂的那一刻 我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改变 要调整 但是我被人看得到我的生命有改变 有力量 有神的圣灵 有神的力量在那裡 但是我让人家看到我的生命有改变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恩典 圣灵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圣灵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就必能得力 成为神的见证 成为神的见证人 我们愿不愿意走这一步 调整我们的思想 调整我们的心思意 调整我们的思想 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神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里外更生 让神在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里外更新 改变我们 无论我们是年轻的 不管是我们是年轻的 或者是年长的 年长的 我们有一天的生命气息 我们有一天的生命气息 就有一天的见证 就是有一天的见证 就有一天能够被人看到 给得到我们是罪人 但是得到神的恩典 得到神的怜悯 得到神的力量去改变 我们就可以让人家看到 我们是罪人 但是我们有神的恩典 怜悯和力量 我们是否愿意 让圣灵去改变我们 我们是否愿意 让圣灵去改变我们 我们让我们 直接祷告 现在我们回应我们的神 预备我们来这个圣餐 那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回应我们的神 来到圣餐面前 当圣灵的力量 降临在我们的生命 但圣灵的力量 降临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必然得力量 我们就必然得力量 能够成为神的见证 能够成为神的见证 今天神和我们说话 今天神跟我们说话 不是说我们是否一个好人 并不是我们是否一个好人 不是说我们有没有 不应该有的东西 在我们的生命 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不该的东西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圣经说神不会定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来的目的 耶稣基督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定我们的重 并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 而是为了宽恕我们 让我们经历到祂的救恩 让我们经历到祂的救恩 恩典的意识 虽然我们是罪人不配 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 虽然我们生命还有很多瑕疵 很多问题 虽然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瑕疵 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愿意接受 但是我们愿意接受 愿意让神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意神改变我们 愿意踏入更新的生命 因为你 今天你 无论你觉得你自己有多少的罪 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少的罪 是关乎于你不是关乎于其他人 是关于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你是否愿意在这一刻 降伏在圣灵之下 让基督去更新你 祂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看到祂的力量 看到祂的爱 看到祂的恩典 看到祂能够所做的一切 是否愿意接受 你是否愿意接受我 请开我爱 打开我心 明白你有多么心爱我 请识同我 去我前女 去我前派 could 是否愿意接受你 并学自 Prize va move 荣耀我 永远更随着你 你为我担心受死 抹据我的鼓励 你是我神 是我和我心人为 我为我折开我口 向世界高声 长期地转远 愿永全以大爱 我们这个圣餐 是欢迎所有认识我们的神的基督徒 是欢迎所有认识我们神的基督徒 无论你在哪里洗礼 你的教会是什么背景 不管你在哪里洗礼 你的教会是什么背景 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受了洗 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受了洗 你受了洗的基督徒 欢迎你和我们一同享用这个圣餐 受了洗的基督徒 欢迎你们和我们一起享用这个圣餐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信了但是未受洗的 或者你受洗的 或者你受洗的 让你这个时候静静坐下来 去思考你和神的关系 去思想你跟神的关系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还没有受洗的 就要思想下一次受洗 让我们能够回应我们的神 那我们能够回应我们的神 当我们继续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敬拜的时候 你个人回应 你个人回应 当按时指引你的时候 你可以出来拿圣饼圣灰 那干事指引你的时候 可以出来拿圣饼圣杯 今天我不需要你等大家 今天不需要就是互相等待 你拿着圣饼圣杯回到座位 借着祷告回应 你可以自己去享用 就是你拿着圣饼圣杯 借着祷告回到座位上 你可以自己享用 跟我们的神一同回应祂 跟我们的神一同回应祂 但是带着敬拜 带着崇拜的心态 我们带着敬畏崇拜的心态 去回应我们的神 去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记得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他拿起饼圣来抹开祝祷 他拿了饼 剥开了 然后祝祷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而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破 同样 他在饭后拿起杯 同样的 他在饭后拿起杯 他祝祷 他祝祷了 这个代表 这代表我为你们的心愿 你们吃喝 为的是纪念我 你的吃喝 是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纪念基督 为我们所作的 我们纪念基督为我们所作的 我们看到祂的荣耀 祂的力量 我们看到祂的荣耀 祂的力量 看到祂的救恩 看到祂的救恩 看到我们能够接受 让我们回应 让我们回应 请改变我 谦卑我送 你为我有多么需要你 尽更靠你 尽你怀怀 让我永远跟随着你 祢为我的生生死 你为我地生生死 不考我的五位 你是我信 是我皇 我心仰慧 我为你 将开我口 向世界高声唱 几滴赞扰 愿泳传 你的灯 请改变了 天地我心 明白我有多么需要你 真感求你 让你怀怀 拥挤我 永远地吹着你 你为我的身受死 活距我的故意 你是我信 是我皇 我心仰慧 你为我居出我口 向世界高声唱 几滴赞扬 愿泳传 你大爱 我为你 举起两手 永远 孤举你 站住我心 众我弯 我心仰慧 我为你 经出我心 别具世间都会 当下软弱 愿泳传 几滴赞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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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破坏的身体 破坏的身体 是我们能够被医治 是我们能够被医治 被更新 要留着补血 让我们得到宽恕 得到救恩 我们愿意回应 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打开我们的生命 让圣灵能够做它要做的 让神的力量 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每一刻 每一日 都能够见证到神 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 让我们每一刻 每一天 都能够见证到神 改变我们的大能 用这个世界 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让这个世界 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罪人 但是经历得到神的观数 经历得到神的恩典 但是经历了神的宽恕 神的恩典 经历得到神不停 在我们生命上的改变 经历到神不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的改变 我们继续敬拜回应 我们当时收杯 让我们继续敬拜回应 我们一同唱这首歌 那我们一同唱这首歌 请 祝我哭 打开我心 明白你有多么心爱我 请声防我去我前面 能有我再有力永远你 请改变我念悲我心 明白我有多么心爱你 心靠你 尽地怀我 拥有我永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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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拥有我永远你 愿宜远你 你大爱我为你举起良手 永远高举你赚中我神 送我恶我生所屡 我为你兴随我心 一日世间大爱 恐怕愿人与你情错不存在 今次我们的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我们的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心愿让神都是应许 我们的心愿愿神都可以应许 使我们力量去改变 使我们力量去改变 使我们力量去见证 使我们力量去见证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祈愿的人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喜悦的人 祷告奉主名求 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我们三会之前 我们三会之前 让我们留心一些的报告好不好 那我们留心一下报告 当然第一个报告永远都是 我们要互相团契 互相支持 当然第一个报告是 我们要互相团契 互相支持 记住我们刚才的鼓励 我们要互相提醒大家 要积极 记住我们刚才的提醒 我们要积极 去思考好的 美丽的 完美的东西不是负面的东西 去思考好的 正面的 美丽的事情 而不是负面的 我们互相鼓励是很需要的 我们互相鼓励是非常需要的 下个星期是我们第一个星期的 祷告星期六 下星期六是第一周的就是祷告会 1点半在路人堂 7点晚上在市中心 下午1点半在路人堂 晚上7点在市中心 有一个报告是想和大家通知大家的 就是有一个报告想通知大家的 我们的亲爱的曾伯已经离开了我们 我们亲爱的曾伯已经离开我们 大家都或者是认识曾伯 大家或者都认识曾伯 尤其是这几个星期 他都很积极地在教会当中 尤其是几个星期他很积极地在教会当中 常常都见到他微笑的面孔 我们常常看到他微笑的面孔 一个磁场的面孔 一个磁场的面孔 他新年庆祝那天都很活跃 在周围去影响和大家带兄姊妹分享 我们新春庆祝的时候 他非常活跃地还在我们当中 照很多的相片 上个星期六他突然之间进了医院 他上个星期六就突然进了医院 很快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都是为他很感谢 他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都为他感谢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我知道他很多年都没有回过教会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他都很积极地来到神的身边 但是最近的几个月他非常积极地回到神的身边 他初初回到教会的时候 都有些生命有些的挣扎 都没有什么愿意去领圣餐 他初初的几个月都生命有挣扎 并不是他愿意领圣餐 但是感谢神 他在过去的一个月都把这些挣扎都放下 最近这几个月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神上个星期就招了他回去 他的喪礼应该会是 9号3月9号星期一 他的喪礼会在3月9号早上 在Newman Frost那个 在坟坟那里行我们的喪礼 我们教会会跟他行基督教的喪礼 教会会帮他行基督教的喪礼 大家都知道曾伯是越南华侨的领导人之一 曾伯是越南华侨的领导人之一 所以很多越南华侨都会飞回来为喪礼 所以很多越南华侨都会飞回来出席他的喪礼 我相信这里还有很多华侨 越南华侨都会参加 就是一个感谢神 这个弟兄他家庭没有多少人是基督徒 感谢神 这个地宣传家里没有很多的基督徒 但是他的儿子Andy 很想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喪礼 为了神一个的见证 但是他的儿子Andy就想帮他办一个基督教的喪礼 有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为这件事祷告求神 都是席着这个情形 都是荣耀他自己 那我们都祷告 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神浓药他们 那我们都为他的家人祷告 但是我们很感恩就是我们的弟兄已经是 搬去我们的祖怀祖当中 我们为他们的家人祷告 我们也很高兴他 我们的弟兄回到神的身边 感谢我们的祖 感谢我们的祖 就是如果你要学就是吉他的话 可以加入这个吉他班 其他的报告 当值的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有一个报告就是 大家都是继续是支持我们教会的建堂 或者支持教会所需要的 我们都会继续是不停地发展这个地方 那我们继续为教会的建坛维修参与祷告 当值的一样 我们大家都是积极去当值 当值的我们留意一下 那我们都积极去司奉神 司奉弟兄姊妹 那我们积极的司奉神 司奉弟兄姐妹 让神得到荣耀 那我们的神得到荣耀 那我们起立我们最后的司法 那我们起立 我必须要用 HU 我知 我不再属于此 更新了一生纪念 以上也算勇书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每个情绪 全是祢所给予 财富能力 学恨也贴 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 靠我 用我 从这下下火 愿意 愿难 生下所有 让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真是将我们的生命献上 让我们成为神 要我们成为的人 成全祂的呼召 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带着祂更新的力量 去见证祂 做祂要我们做的 讲祂要我们讲的 成为神喜悦的见证人 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大能 彰显神的恩典 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求祂耶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众人同在 尝与我们众人同在 今天 这个星期 直到永远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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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Amen Amen 我的生命 每个其实 诚实的所提侣 才不能离 血痕也情 你耳心 哪里 你耳心 也尊敌 你耳心 你耳心 先降到所有 我先降到祈祷